完全没有任何的遮挡 主卧的话是双面采光的 可以远眺到Centor 可以作为两个完整的套间来使用 大家好,我是安心卖房地产 Tim Press和高欧斯汀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房产 是位于北约克两市两位的公寓 这套房产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交通四通八达 它是位于高速401跟404的交汇处 以地铁站的话也是不仅15分钟 在带看之前也请不要忘记 点击跟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终会错过 我们每选的房产知识分享 给你精彩的带看视频了 我们待会见 我们进来之后呢 我的左手边会有一个小小的衣柜 可以放平时穿的衣物啊 或鞋子或者清洁用品都可以 然后穿过一个小小的走廊 这边就是它的厨房 是H型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收纳空间 再过来就是它的客厅了 非常方正的一个客厅 非常规则的一个局形 然后这个朝向的话呢 客厅是朝西的 对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遮挡 就是视野可以看的比较远一点 楼下的话呢 就是404 所以开窗户的话呢 多多少少会有点高速的声音 然后阳台的话呢 也并不小 其实也挺宽的 就放户外的家具 也是比较容易摆放 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客厅跟厨房的位置 主卧的话呢 主卧的话呢 是双面采光的 这边朝南 这边朝西 所以阳光会非常的棒 而且这一面的话呢 是落地的玻璃窗 然后朝南的话呢 也是没有任何的遮挡 可以远眺到市中心 Centower 对面的话呢 也是不会再造别的高楼进来 都是一些office 主卧有一个布露式的衣帽间 这边还有一个折角 所以面积并不小 这是主卧的侧袖 是带了一个浴缸的 主卧出来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它的四卧了 左手边是洗衣机干衣机的位置 然后也是有一个布露式的衣帽间 屋主呢 已经做了隔断 所以比较好收纳衣物 主卧的面积呢 也并不小 放下一个clean或者是double 还是有富足的空间 是可以放书桌的 主卧的话是朝南 所以阳光也会非常的棒 对面的话呢 也是office 并不会造高楼 然后主卧这边也是通一个厕所 这个四卧的话呢 是双向开门的 所以这个房子是可以作为两个完整的套间来使用 四卧的话呢 没有主卧那么大 是带了一个领域的 然后这个门出去就是入口的位置 即将安家大多伦多 但苦于范围大 社区多 房价贵 社区究竟该怎么选 我是Pris韩 注重分享知识的地产经理人 这本长达60页的大多伦多社区指南 不但教你挑选社区的标准 还一口气推荐数十个精选优质 对初来乍到的你特别友好的社区 不管你注重的是名校区 交通便利 美食便利 还是风景秀利 这本指南都一一列举 而且每个社区都配有房价指数 即将在大多伦多安家置业的你 立即点击下方评论区的链接 免费获取为你精心撰写的社区指南 选对社区 卖出大多美好生活的第一步 立刻获取不要错过哦 今天的看房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房屋类型 社区和价格区间 欢迎联系我们 以我们为您搜索 带您看房 或是提供远程视频的拍摄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